我们拿下经典最首胜之后 现在全台球迷可说都是热血沸腾 而超商也加码祭出优惠活动 包括这美式咖啡或是汽水可乐都买一送一 同时还有许多的政治人物纷纷发出了祭品文 像是免费发550份的鸡排 还有1000颗的鸡蛋 要继续为中华队加油祭祭 喝杯咖啡提提神 尤其是熬夜帮中华队加油的球迷们 庆祝中华队11比7击败意大利 夺下本届经典赛首胜 超商加码优惠好坑 精品美式满一送一 特大美式满二送二 庆祝中华队起的首胜 超商业者不只推出咖啡优惠 还我手上的可乐汽水也通通满一送一 用优惠加码庆祝另家超商主打清凉森炼 无糖雪碧百式可乐 减性水限时优惠 满一瓶直接送一瓶 这股棒球热潮 让不少人熬夜也要追 后来被逆转 然后又反超 就很爽啊一球 我觉得台湾很厉害 竟然11比7 在桌边朋友都有在注意 有一些人看得很晚 炸到金黄酥脆 光用看的就口水之流 鸡排季品文又来了 蓝莹也来凑一咖 立委侯梦凯 张启成等人 11号晚间在新北市要发550片鸡排 甚至搭上缺蛋潮台北市清工总会长满志刚宣布 11号下午在新一区发出1000颗鸡蛋 每人限定只能零五颗 还有饮料店霸气喊话 只要中华队每赢一场 全台门市都送100杯免费饮料 中华队首席引爆热潮 球迷们更是热血沸腾 全台总动员纷纷加码优惠活动来应援 继续为中华队加油打气 期盼拼出好成绩 记者黄鸡姐黄玉婷在一份报道